全世界大概有 这个50兆美元的商机 都是跟AI相关 台湾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所有东西台湾都可以做 为什么都可以做 因为很多人都会来了 台湾从上游的金颜代工 IC设计一直到下游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AMD跟AMV都会来 现在全部都来了 他希望说 所有跟AI伺服器的 全部都不能跟中国站上边 大江东去浪淘 刚刚讲的 现在的伪创 你要做一些比较讲解 伪创现在已经跨过了鸿海 现在技嘉也赢过了华硕 对 就是完全都不一样 就是这都是没有沾上AI 跟沾上AI的是完全 不一样的局面 那大家想说AI有那么夸张吗 保险我跟你讲 AI真的有这么夸张 那根据前一阵子 很多这个大佬的说法说 到2030年的时候 你知道全世界大概有 这个50兆美元的商机 都是跟AI相关 50兆耶 大家没有听错 50兆 然后他说里面的这个半导体 就有两兆美金 那这个偏偏呢 这全部东西呢 王姐现在都在哪里 都在台湾嘛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讲这个AMD或是NVIDIA 他们准备未来会来台湾的远雄港 贸易港里面要设所谓的发货中心 他在那边设所谓的 他的这个收发中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这个AI层就在台湾 台湾有什么 台湾从上游的金颜代工 IC设计一直到下游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AMD跟NVIDIA都会来 而且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都要进驻到这个地方 告诉你这个是AI浪潮造成的一个结果 而且我们这一讲 NVIDIA以前的发货中心 是在香港 现在这个发货中心 居然已经跑到了 刚刚讲的 我们的这个自贸港 到了自贸港 刚刚讲 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个 亚太运营中心的梦 是的 我们是生产基地 我们是制造中心 我们是一个发货跟转运中心 现在全部都来了 对 因为美国这个有岸外包的这个关系 他希望说所有跟AI伺服器的 全部都不能跟中国站上边 你如果在香港的话 美国也会对你不放心 所以他现在就干脆把这个发货中心 都摆到台湾来 这个对美国来说 也能够交代的一个情形 好了 我们讲 事实上这一波最大转身的 转身的这个重点就是广达 那广达200里我们都说他过去是乌龟嘛 他自己都说我是龟兔赛跑的乌龟 慢慢跑慢慢跑 总有一天会赢过你 那广达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讲广达为什么那么厉害 其实跟一个叫做广达研究院 有非常大的关系 广达研究院就在林口总部这个地方 那他在2000年研究院成立的时候 他第一个找了合作对象是谁 保险知道 MIT 他当时跟MIT合作 马上理工学院 对 他叫这个T-PAC的计划 2005年 那他当时就说 我们要着重科技跟人类互动 所以他当时就已经开始要研发 所谓的AI 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晶片 没办法跟上 所以他就没办法这样结束 后来他还跟这个AIT 又弄了一个 Commerce的这个计划 他说这个把AI产品 投入所谓的医疗 然后精准分析病人的 这个健康的状况 所以他早年就跟AIT在合作 那虽然因为当时没有产品 MIT合作 MIT合作 因为当时没有产品 所以2015年的时候就消失 但是消失之后 保杰 你做过这些所谓的AI的 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NVIDIA看到 所以NVIDIA从2016年开始 为什么他那台超级电脑 要给广达做 因为只有广达 曾经做过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的这个 包括说NVIDIA的黄仁辉 黄仁勋 还包括说像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伊隆马斯克 为什么要找台湾合作 主要因为就当时 只有台湾能够做 那广达才能够做 所以为什么广达 这一次能够完全胜出 他也是经过从2005年 到现在的布局 走了接近十多年的时间 到现在才终于开花结果 好 果真 刚才讲 现在大摩看守 也是因为他忽略到是 最近我们跟沙奥地阿拉伯的关系 真的因为AI 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接触吗 我小时候就听说 因为我们小时候听过 荣公处 沙奥地阿博的什么机场 他的高速公路 都是我们台湾巴做的 现在又回来了吗 对 在发现中东开始 大量买台湾的伺服器之前 曾东真的来买台湾 在买台湾伺服器之前 其实你知道大摩做了什么事情吗 他拼命的卖所谓的 伪创的股票 卖广达他们的股票 你看到 看这里可以看到 在六月的时候 在最近一个月 他在六十几块的时候 大量卖出股票 那时候就是黄仁勋 来到台湾的时候 刚才也讲 伪创本来才29块 所以涨到60块 已经非常多了 所以他足足卖了14万张 结果14万张卖上去之后 伪创照样涨到100块 到底谁把十几万张的股票 全部都买走了 而且这样一路往上涨上去 谁买的 大家都在问 结果大摩现在总算发现了 是谁 大摩自己发布研究报告 他自己的研究报告 他除了调升目标价 把伪创从47他认错 你说这个是大摩的研究报告 大摩就会说 AI进一步出现 所谓的上行的趋势 而且是沙奥地阿拉伯 扩大所谓的AI投资 到130亿美金 在2030年 他会大量投资 所谓的AI伺服器 所以伺服器的出货量 会上看一年就要增加 78岁 所以他赶快认错 把广达跟伪创跟维影 都看到了2250块钱 大家才发现 云端半导体AI进一步展现 上行趋势 沙奥地阿拉伯 扩张在2030年 要增加AI投资到130亿 而且沙奥地阿拉伯 要增加对云端运算的投资 所以AI伺服器的运算 出货量大量增加 所以大摩果然是世界一流的投行 虽然在两天前 他说47块 结果他发现这个趋势之后 他马上改口说 我看好台湾所谓的 AI伺服器的股票 所以涨幅相当的惊人 果然是一流的 因为他马上认错 而且也不否认这件事情 不是 你跟什么都可以过不去 不能跟钱过不去 对 也看到了所谓的台湾 这个大趋势 所以很多人现在看到这个台湾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刚刚讲 现在NVIDIA 现在AMD 都要讲嘛 都要到我们的远雄自贸区来这边 也就是桃月航空城 在这个地方 我要设我的发货中心 设我的发货中心 以前台湾很多出去都是半成品 现在没有了 是全部 因为台湾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所有东西 台湾都可以做 为什么都可以做 因为很多人都回来了 我现在看到一个吓一跳 高企拳 高企拳刚刚讲 长江存储 子光跟他都有密切关系 可是他现在说 我要回到台湾 我要回到台湾干嘛 做气体 对 因为我们所谓的AI伺服器的话 台湾最有竞争力 就是从上游的晶片 到一路做到 所谓的相关的周边的零组件 台湾都能做 其中最重要 当然NVIDIA NAMD都需要台湾 而且台湾所谓的要故装 就是因为我们有晶圆制造 可是往晶圆制造下去之后 晶圆还有很多的供应链 也可以在台湾补齐 所以高企拳就看到了 看到我们除了晶圆 台积电做得很好之外 我们还有化学品 我们还有晶圆这个材料 再来还有气体 所以他现在过去几年 做气体 我都没有晓得半导体里面有气体 所以气体的需求才非常的大 所以他过去想说 以前我一天都是10亿美金的赌注 做地润 这个暴涨暴铁 而且在中国大陆 所谓的做长江储存 他也看到中国大陆发展的危险 对危机嘛 过去六年 他生了六个孙子 每年生一个孙子 所以他现在要做什么 我要做长期稳定的应允 那有一个东西 台湾是非常稳定的 就是把台湾的所谓的气体 在地化给弄好 好 我们看高企拳过去 我们看他的资历非常有趣 当然他以前在台湾 他以前在台湾以后 他后来去中国当过紫光集团 全球执行的副总裁 紫光集团第一任事业群的 首席执行官 他也曾经是武汉新兴的执行长 也是长江存储执行董事长 也是金星半导地董事长 所有的资历 这几年来 他的重心其实都在中国 可是他现在回到干嘛 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他讲 我现在做第一任 每天都在赌博 每天都是10亿美金的赌注 但我现在回到台湾 做特殊气体 这个特殊气体 我可以做到长期稳定盈域 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半导体制造过程里面 需要200多种特殊气体 对 所以他看到这个趋势 不只他回来了 看到这个以前连电的执行长 孙世伟也跟着他去 一起去中心 一样他也做到紫光的 全球执行副总裁 接下来也是新兴的执行长 所以他也跟着所谓的 也回来了 变成是造解 也就是高企拳投入 所谓的半导体特殊气体的 共识的独立董事之一 所以变成 整个团队都回到了台湾 加上蒋上亿 他也曾经带着 所谓的中心要发展先进制程 这些人才都回到了台湾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发展 整个AI伺服器 加上整个AI的半导体的潮流 让这些人看到了 我们刚才喊到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在半导体制造里面 气体居然是一个关键的元素 而这个气体 刚才讲现在的毛利非常高 对 台积电要用200个气体 而且台积电开始 走向一个什么 为了要自主技术 你知道台积电 跟这些业者要合作 有时候只要一个钢瓶 有时候要30个钢瓶 就像宋瓦斯一样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钢瓶 有里面的气体 有毒又容易爆炸 如果透过所谓的国外来的话 很容易在运输过程 发生问题 那如果台湾能够 就地来技术发展的话 可以跟台积电做什么 研发最先进的制程 把制程往前推进 我们都知道 所以说这些空气 每多运输一公里 就增加一公里的风险 对 所以飞机也不敢坐 只能坐货柜船 如果坐货柜的话 还会碰到很多风险 所以高企举人就看到了 我投入里面 每年的成长非常快 成长166% 而且毛利是高达40% 果然是一个长期又稳定的 抱着孙子之后 完全心态就改变了 而且发现一个大乐土在里面 而且台积电也需要 他们一起把台湾的制程 推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而且台湾 所以说我们不但是说 我们叫ASMO的机台 就在台湾 现在的ASMO的训练研发中心 也在台湾 现在我们不但是有台积电 我们可以做晶圆 像你现在晶圆的 刚刚讲 我需要非常纯度高的 这些整个一体 我现在要纯度非常好的 这些气体 台湾现在都有了 对 而且台积电 在未来三到五年内 也要把乌克兰战争 那个氦跟奶亚气这些 因为 艾斯摩的机器里面 就要用这些东西 台积电未来三到五年 也要培养出台湾供应链 所以台湾的所谓的 半导体供应链 会越来越完整 这也是高企权看到 所有人才都回来的地方 而且我们看到 中东要台湾的伺服器 其实台湾还不止 做晶片之外 我们来看冷却技术 你看到你知道吗 伺服器吗 你知道你问chip GT 一个问题会产生怎么样 它会耗掉500cc的水 它耗能又耗水 而且它排碳量 是比人增加一倍 如果你训练一个AI 可能是一辆五辆车子 就五辆车子 终身的所谓的排碳量 所以排碳量非常的惊人 但台湾能够做什么 我们来看台积电跟谁合作 台积电现在的伺服器 是直接把它放在水里 它跟台达电跟技嘉 用这种方式可以打到什么笑人 它可以节能比较少 所以过去我们看到所谓的 用所谓的 chip GT 一下子可以耗掉500cc的水 未来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而且台湾厉害的还不止这些 我们来看看风扇 这也是所谓的风扇 AI伺服器相关一定需要的东西 你知道风扇 我们过去可以一个风扇 可能达到7公尺 可是在伺服器或全球的笔电 每三台有一台 就是在高雄制造的 全年可以做到1亿5千个风扇 但风扇有多小你知道吗 它只有0.4平方厘米的平方 你知道这代表是 等于它的长度跟宽度只有0.2厘米 比指甲还要小 所以你要看到电风扇 你说比指甲还要小的电风扇 对 它就是等于一个电风扇 就看到你看到电风扇 就只有一个指甲还要小 那它是全球微型风扇的1百分之一 这样的散热风扇也在台湾之中 你说台湾我可以做到 散热7公尺这么大 我也可以做到只有0.2厘米的这么大 所以这个这么小的风扇用在哪里 除了伺服器之外 笔电之外 连美国的NASA以及低轨卫星 都要用到台湾的所谓的散热风扇 这也为什么所有的供应链 一定要用到台湾 AI伺服器中东一定要买台湾的原因 好 宇先生 他就讲说 感觉AI的世界铺天盖地而来 可是AI的世界到底在用了吗 没有错 宝洁哥 现在已经进入到实际用途的阶段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为什么股价会长这么高 来 我先介绍第一个东西给大家看 大家过去知道好莱坞最有名的是什么 当然是一些动作特效片 那动作特效片 你总会看到说幕后花絮长得很好笑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大明星身上穿着绿绿的衣服 然后各种连接器感受器都装在身上 为什么 因为他要感测 这就是以前 我要感测你的自己动作 所以我在你的身上就要装很多的感测器 那现在不用了吗 现在完全不用了 过去这个Marvel 大家讲最为人知的Marvel电影 都是需要用到这套技术 但未来怎么样 现在发明只要透过多个镜头 甚至是GoPro 比如说三台到四台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人就是那个模特儿 也就是说本来以前 如果要用他的姿态来模拟 现在电脑动画的姿态的话 那我身上要做很多的感测器 我才可以模拟真实人体的真的反应 现在他身上的感测器都没有看到了 都不用了 而且宝洁哥我们仔细看这个画面 最厉害是什么 他在于他是及时来 后面这个赛车员 其实他所参照的对象 就是站在前面 一幕前跟大家解释的 来 就像这位来手举起来 后面手不到差距 不到0.1秒 立刻举起来 厉害在这里 而且重点是 他不需要有太多的硬体设备 他现场只备了四台GoPro 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更厉害 因为你会说 哎呀刚刚那个动作 相对简单相对单纯 这个总不简单总不单纯了吧 这叫什么 这叫跳舞 而且是跳一些高难度的舞蹈 但你可以看到的是 他也可以透过很细腻 甚至是一举一动 完全捕捉的方式 呈现在另外一个 他想要的时空 他想要的背景 所以说变成是 未来如果拍摄任何电影画面 甚至是我们想要记录到 一些非常这种经典的 你说舞蹈表演者也好 或者说这个肢体表演者也好 通通都可以用这个技术 而且不需要再像过往穿戴装备 因为这个跟穿戴装备 它会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穿戴装备 你会受到装备上限制 对你的动作会不舒服 所以这就跟我们在跟阿凡达的状况 完全不一样了 阿凡达也想是完全的理人化 我完全的拟针 在完全拟针的时候 也就看到阿凡达那些演员 手上脚上整个膝盖 所有的关节 你全部都要装设备 甚至你的前面 还有个摄影镜头 摄影镜头干嘛 来看你的脸部的表情 现在都不用了 对所以这个用阿凡达的比例 就像Meta嘛 未来呢 只要有透过这种 所谓的AI辨识系统 就可以把你任何人的动作 都换成另外一个样子 甚至是连第一人称视角 都有办法判别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也是由AI所制作出来的 他所参照的方式是 他透过镜头 在外面去拍摄 在经过所谓的 高度的平行精密预算之后 来去测量到 如果说这个动作 跟这个场景 跟这个画面 他所对照出来的第一人称的视角 会长什么样 所以你看到 他现在打网球 然后跟这个人对打 但是他脸 他眼前 可能看到 比如说跌了一跤 稍微往下滑 然后身体往左倾 就是这个画面 通通都可以直接模拟得到 这对于未来 在整个影片也好 或者影视产业也好 技术的发展 会影响非常巨大 而且就连我刚才讲到的 为什么说的确像阿凡达 因为今天你不只是可以由人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是甚至可以由人变成你看 萤幕看到的僵尸 过去我们讲僵尸片 大家都要化妆画得非常辛苦 但未来不用了 只要透过一个人在幕后操作就是右上角的画面 他摆出这个僵尸的姿态去模拟那个情境 就连大家知道胡蒙也同样可以很可爱 过去他讲胡蒙这个动作 就有点像了又不太像了 很滑稽 大家看到 现在的胡蒙 看起来像是动物的动作 事实上背后都是由人来操作的 好那完全解释 另外就是 之前黄文勋来到台湾 引起了一个旋风 下个礼拜 苏之峰也要来 我想两个人来得这么干 你说有个关键 你说他们两个人 搞不好同时来台湾 抢产能 对没有错 他们来抢的就是 只有台湾做得出来的关键产能 好我现在跟各位解释 现在就是在这个AMD 这个苏之峰 大家知道 大家叫苏妈 他原本原定是19号才会来 就莫名其妙 现在改 那说 没有没有 我要提早 我17号就要来到台湾 而且他第二天排的行程 就是排厂商 你说厂商要了什么 要的就是封装技术 就是COWOS 那说COWOS特别在哪里 跟各位报告 COWOS这个技术 叫做晶片堆叠系统 晶片堆叠它叫 Chip on Waffle 它什么意思 就代表说 它把原本的晶片堆在晶圆上 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 它不只可以增加效能 更可以增加它的运算速度 但过去这个产业 当然它是相对 相对进步的技术 但为什么现在重要 因为所有AI包括NVIDIA到现在MD都抢着药 这个COWOS的技术 我们要谈就是现在布林肯回到了美国之后 他就讲了一句狠话 我们要继续说中国不想听的话 我们要继续做中国不喜欢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半导体 就是AI AI跟半导体里面 它就居然又把荷兰拉了进来 荷兰之前UV棋子外光机 我不能卖给你 可是身子外光机我可以卖 可是现在我连身子外光机 而且是身子外光机的最旧的机型 我竟然都要变成一个禁止之列 你说这个如果一禁止 中芯就完蛋了 中国最后的希望 最后半导体的希望就是中芯半导体 如果真的封锁 中芯就完了吗 而且你还没封锁中芯这一季 这一季的获利率 这一季的毛利 利润就已经折半了 没错 布林肯在中国秀了 没关系 我们这个笔气场 所以他回去之后 call了很多朋友 包括说像这个前一阵子 日本已经宣布 从7月23号开始 很多的半导体设备 23项材料列入管制 那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荷兰艾斯莫会宣布 这个旧款的DUV 也就是这一款1980DI 这一款DUV 即使这个生子外光机 也不要卖给这个中国了 而且美国会出一个新的法令 规定什么 你只要是 含有所有美国制造的零组件 全球任何产品 都在我的管制范围之内 都不可以卖中国 所以等于是说 他对中国是一个兼闭亲业 所以那 这是中芯SMIC 为什么是破碎 真的 他听到这个话之后 他真的心都碎了 因为中国 这个中芯半导体 可能会说 天要亡我也 因为未来他真的 没有这个生子外光机之后 他真的 技术大概就停在 目前的水准了 好 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中芯半导体 用你的特殊的方式 你还可以做出 7奈米的晶片 你说如果这个生子外光机 如果不卖给了中国 你不要说7奈米 14奈米 他都做不出来了 没错 中芯呢 过去就是很爱讲 因为他一直是 中国所有民众的这个 注意的焦点 所以他就说 我们用这个生子外光机 做出了这个 原本是38奈米 2X奈米的 我们可以做到14奈米 做到7奈米 那因为你宣传过度之后 美国怕到了 就打压了 美国就开始打压你 好 那打压你之后 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 非常有意思喔 抱歉你知道 过去一段时间 你可以仔细来看 这是28奈米 以前呢 以前他有说28奈米 还有14奈米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制程 你看他的制程 是真的节节的这个上扬 节节的上扬 那因为你节节上扬之后 后来他还把这个 28奈米14奈米列进去 他后来现在已经把这个 把它拿掉 他不敢公布了 不敢公布 因为他公布来说的话 他就怕说会被你打压嘛 所以他现在为止 你到底做多少28奈米 做多少14奈米 他已经没有讲 这是过去财报有的数字 现在没有了 事实上他现在已经不公布 好 不公布就说了 就算了 你知道现在为止来说 我们如果仔细来看 他的获利率来说的话 你看从去年的第一季 第四季到今年的第一季 你看他的获利 他的营收是节节的 这个往下掉 毛利也是节节的 在往下掉 然后那个获利率 也是节节在往下掉 我们不要比什么 他的获利 这个2.6亿美金来说 我们如果乘以30来说的话 大概约莫折合新台币 是60到65亿左右的 这个新台币 那你说好 我们对比台湾 台积电第一季 赚了2440亿 这真的是他差异太远 你说中心65亿 对 我们的台积电是2440亿 那怎么拼啊 你说好你要 我要什么砸大钱 保洁不好意思 你什么砸大钱 你要追过台积电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而且台积电的毛利率 都在五成以上 还有到六成的时候 结果他只有两成 对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那你知道 我们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呢 说真的 他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靠中国给他的补助 中国给他补助到底有多少 我们给他讲 这是中心 中心2020年获得大基金 一共有22.5亿美金 约谋折额新台币 是678亿的补助 然后2021年之后 大基金又贯注他5亿美金 折额新台币是165亿 再来后来2022年 再贯注他19.5亿人民币 折额新台币是80亿 贯注了这么多 结果你到目前为止 你交出了成绩 还是没有赚什么钱 还是差距 如果你把这些补助的钱扣掉 他其实根本没有赚钱 所以说真的 他其实就是政府的补贴 再一次补贴他 一直补贴他 还不是只有他 还包括说 中国的第二大华红半导体 也是一样 他的这个补助 这几年来补助 一共补助他2100亿台币 还有这个长江存储 也是一样 他从中国的大基金补助 约谋70亿美金 折额新台币是2182亿 都是2000多亿的补助 都是他们补助 这些厂商才能勉强 跟这个目前国外的厂商一拼 那问题是 这些过去你要补助 因为为什么补助来说 我可以买这个国外的机台 我可以来做嘛 国家砸钱 无理事 不好意思 现在就是没有这一招了嘛 机台都不可以 他机台跟那风起来嘛 我就讲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他就说今年的夏天 美国和荷兰 会透过一系列的这个 晶片制造的这个销售 对你进行连续出击嘛 美国新规定就是 一小部分在美国零组件制造 外国设备会限制出口到中国 他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设备里面 只要一点点的美国零件 你都不可以给中国 兼幣亲眼 那你知道有六家公司嘛 六家公司就要 首先获得核可 那其中包括中芯国际 那你觉得美国会核可它吗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核可嘛 所以你说 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这样 DUV的这个 因为EUV早就被禁 那DUV来说的话 有三款DUV 三款DUV来说的话 这个2050 还有这个2000i 这些已经被禁了 为什么 因为当初这个原本 你就是碰轰说 你能做到7奈米 我都把能够表面上 真的能够做到7奈米 我去年就禁了 所以还有一款还没被禁 1980 这个代号就是 1980DI这个代号 那1980这个代号呢 保险你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就给大家看 它的型号 它型号是这样 它可以做38奈米左右的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 它大概可以做到38奈米 但是它可以一直不断地曝光 曝光曝光 它最后还是可以做到7奈米 只是因为你 你这样做的话 粮率非常低 粮率大概只有3%到4%左右 所以那不可能做 所以基本上 你大概要做到14奈米 可能都有非常大的难度 所以等于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如果这个 只让这个未来 就真的都禁 你说1980都不给它了 连这个都不给你的话 那你真的 你带14奈米 你可能都很难攻坚到这样 甚至你要做到7奈米 恐怕都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不是把中芯的技术 给毁掉了吗 所以人家就说嘛 中国的14奈米 如果真的法案通过的话 就会变成是绝想 也就是中国未来 可能就不会有14奈米 那你讲说 美国这么狠 那你就讲 石崇理讲得太夸张了 中国我们有 我们本身啊 那怕什么 不好意思 人家这是中国自己讲的 他说 好 没关系 我们自己 中国能够 到底能够做到 怎样的状况 我跟他讲 目前中国最好的 是上海微电子 它能够做的就是多少 最好的就是 大致可以做到90奈米 那90奈米来说的话 如果还能够 用层层堆叠 了不起就是65奈米 所以就是65奈米左右 65奈米来说的话 人家这个 如果用这个 所谓1980i的话 它就可以做到38奈米 它层层堆叠之后 可以做到7奈米 问题是你是层层堆叠之后 只能做到65奈米 这个技术差距 至少10年以上 那你就不用玩了 所以才说 你至少要等到 好几年后 你才能够做到14奈米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我们就讲 为什么美国要禁它 我们来仔细看 这是线路土里面的状况 这是1980di的这个状况 那这是EUV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看 两个比起来的话 你就知道 EUV的线路更多 DUV的线路没那么多 所以也就是说 你知道EUV跟这个旧兵 差那么多 那你根本没有讲 你根本没有讲 1980di 跟你的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 能够做到90奈米的这个产品 差非常大 所以我就讲 这个技术一拉远的时候 中国可能永远都被困在 目前的技术行列里面的状况 而且现在的半战政府 它不但是自己打组合拳 还拉帮结派 现在刚刚讲的 日本 欧洲 居然跟它做一个共同的协定 如果未来我们要 补助半导体的话 要彼此通知 对 没错 你看 这是日经的报道 日经就说 日本 美国 欧洲 要共享晶片补贴的资讯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看 我们那个日本 现在不是也有补贴吗 补贴台积电啊 那欧洲有补贴英特尔 美国接下来也有补贴 那我们要共享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能够多独享给一个人 那或者说你补贴 你要生产什么 我们要彼此互相协调 那这意思是什么 其实有一个泛的 这个所谓晶片联盟 就是诞生了 晶片联盟 那就是晶片联盟的意思嘛 但是他们这些国家 组成起来 把你中国排除在外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中国未来的 这个晶片技术 真的面临到相当大的压力 所以你说中国 现在等一下 美国 美国的半斗政府 是吃了衬托铁了心 要在这个半导体这一块 是 晶圆这一块 对 彻底封杀中国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这让在以目前的 整个全球的技术里面来说的话 中国在这个 包括NBPC 甚至在5G 你其实美国拉不住它 另外在这个所谓电动车 自驾车里面来说 中国的电动车技术能力 不会比你差 现在唯一美国 真的能够击垮中国人 就在AI半导体里面 所以你看它现在 不给你这个 A800跟H800的这个晶片 可能都不给你 就是要掐死你的 这个AI的 这个任何发展的可能性 难怪NVIDIA这么生气 对 那因为你有AI之后 你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譬如说我们想 最近很多 很多这个 Intel的实验室里面 它就做得非常清楚 你看它是什么 它这是你只要 输入一段文字 输入一段文字之后 你就可以说 我要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它可以生成给你一个画面 这是AI自己做的 因为AI做 我只要跟它说 我要怎样的场景 而且这个Intel可以做出来 Intel就可以做 但你根本没讲 NVIDIA都可以做 这就是AI未来 能够做的所有的这个事情 那所以它未来这个 AI世界里 我们讲到台积电 有非常多AI 各自厂商全部都在做 新的这个AI 未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要劲 那现在就是美国 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状况 它就直接把你干掉 不要让你发展这个AI 所以才说美国给它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压力 是相当相当巨大的一个状况 不是我要做到这个程度 我的虚拟实境才有意义啊 对好那就是AI的这个状况 好出另外是什么 因为美国已经可能 不会给中国的 这个A800跟H80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所有中国的AI概念国 全部大跌 因为为什么 他们在那边说 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 以目前中国的实力来说 真的没有A800跟H800 中国要发展的AI 是南上加南 所以董事长 那美国也真的太狠了吧 美国真的是人狠话不多 虽然我在中国 布林肯吃鞭了 我等于说受了你习近平的牌头 可是我一连串的组合拳 现在全部都认为 中芯完蛋了 中芯如果真的 进了这个1980DI的 生子外光机 你14奈米做不出来 你最多做到48奈米 还有你现在 你的整个的毛利率 毛利率 今天就20% 台积电都到50以上了 这个本来高阶 跟这个低阶的半导体的 这个利润的差距 本来就很大 而且台积电目前是拿到的 所谓的沟灯船 黄金三角的顶端的最高的这部分 也只有台积电一家享受到这个利润 三星也没有 三星也今年也是赔产了 但是主要的 这个整个大战略是在哪里 大战略就是在这个AI的部分的 这个封杀 AI因为现在的AI 已经不是我们两三年前谈的AI 现在AI是所谓的深层式AI 深层式AI什么意思呢 现在是AI它本身 会有自己产生更高的 这个新的演算能力 自我学习 对 自我演化 所以那这个 那这个东西 它美国必须要把它封杀掉 因为如果这个 这个系 类似这种深层式AI的发展的科技 继续成熟的话 就等于取代了所谓的超级电脑的能力 对 因为演算能力不断增加嘛 那这个还得了 所以美国早就看到这个东西了 美国看到这个东西会做进一步的封杀 但是美国这个封杀会不会置它于死地 不会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会看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美国会检视它自己本身的科技 比如说我已经发展到 这个头段班了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你这个放流班的东西 我可以给你 所以美国还是要赚钱 可是美国要赚钱 要赚到恰到好处 对 恰到好处 美国要赚到 让美国一直要保持领先 一直要以中国维持在一个 不死不活的情况 因为中国现在很简单 它的GDP就是大概在 一万两千块钱到一万三千块钱 人均GDP的这个美金左右 就一万二到一万三的人均GDP 所以它这个刚好也是陷入 所谓的中产中等阶级的 中产收入的中等收入的陷阱 对 那这个陷阱如果不能解决它的话 它有可能会后退 所以这也是中国面临到的 关键的问题 对 所以现在好几个关卡 全部都卡住它 因此呢 美国的目的还是要干什么 美国所有的目的 并不是要跟中国作战 美国还是要用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以布林肯讲了一句话 中国是个大国 它会存在 不会消失 美国也是个大国 也不会消失 那怎么办 所以很简单嘛 我要照着助你比较重要 我要资助你比较重要 我把你吃到 难怪讲 底线只要中国存在 美国就永远存在 是 所以你看它的方式上来讲的话 它的方式上有很多方法 它的很多方法的这个策略上 你看很多 譬如这样讲 最近雷根号跑到越南去了 对不对 到金南湾了 对不对 到金南湾你会发现没有 越南的总理 在同一个时间去哪里 去中国 去北京 那你这个北京 这个里面就出现一个很有趣味的状况 这个雷根号停了五天 越南的总理在北京待五天 在五天 大家都在 你们两个在玩 对不对 我们也在玩 大家小咖也在玩 大家都找不同的游戏规则 在找出生存的空间 其实台湾也是 这一次的王毅跟布林肯拜托 或是私下商量 可不可以共同合作来参与2024 台湾选举 就是台湾选举他要参与 所以台湾选举 已经变成一个美中合作的项目 当然布林肯表面上讲说 我们是保持中立 我们不介入 但是会不会介入 美国当然介入 中国会不会介入 一定介入 所以在这个介入的过程当中 难道永远只有冲突吗 不一定 那没有妥协空间吗 比如说你三位候选人的主张这个事情 在过程中美国可以影响 中国也可以影响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比如说我们这个侯友仪市长 到现在为止不承认 不接受九二公司 那这个就是美国人喜欢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反过来看 赖清德就坚持台独到底 那这个就是中国人所忌惮的东西 也是美国人忌惮 所以有很多 他们在这个核中有战 战中有核 我有看到这个布林肯 整个的演讲 但他其中目的 他还有一个目的 他自己本身美国选举 美国选举 他要打赢嘛 因为目前 以拜登的这种健康状况 各种状况乱讲话 需要讲 是一个苦战 包括你看到 包括共和党的发言 你看川普最近对中国发言 非常谨慎 他绝对不骂中国人 他很小心地处理这个事情 他们大家都乱骂 对不对 川普不骂中国 川普知道 如果他当选 他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 美国的经济问题 跟这个发生直接挂钩 所以这里面 两个大国之间的 大国博弈是开始 其实他们真的是 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主导权 这一个这个世界的霸权的 这个霸主的地位 那其实我觉得 按如果俄乌的情况 明朗以后 我觉得习近平的个性 他没有能力 去跟美国对抗 逐渐逐渐 中国还是会退缩 这一次黄文勋到了台湾 你说值得注意 大家注意 是因为有很多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正在台湾进行 因为黄文勋讲 第一个是 我要来台湾卖东西 以前我是跟你买零件 我要买产品 我来组装我的GPU 现在我要卖东西代表 现在台湾的产业界 会导入AI 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第二个就是 我要训练台湾的人才 我要设立一个学院 但第三你说更恐怖是 他现在要设四个 AI GPU的超级电脑 四个AI的GPU超级电脑 竟然有两个在台湾 如果两个AI的GPU的电脑 在台湾 他会完全颠覆 现在的超级电脑 以前台湾的超级电脑 是排不上名的 现在可能会卖过 日本的赴越 等于说中国的太湖之光 中国的天河 就一步的跨过去了 没错 实际上这次黄年轻 来台湾的时候 当然是淋漓风骚 但是我觉得 他里面讲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会可能颠覆 大家未来的想象 那过去 世界各国在拼什么 我要运算速度快 我们曾经说过 运算率决定一个国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世界上 目前的排名 赴越第一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 美国的SUMMIT 美国的Sierra 都在排名之后 然后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 然后中国的天河2A 中美日本 他们在拼这个 全世界拿出 用一个超级电脑 你组装的话 至少要花几十亿美金 他们在拼这种 军火打造出来 运算力 对运算力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运算 你要运算什么 像日本运算什么 他用这个赴越来运算 说我要找什么 COVID-19的药 中国是用来说 我要核爆 我要做什么 核爆 那美国是用什么 天气的模拟 太空的模拟 用这样状况 所以他们都用这样 展现自己的国力 好 那我们讲台湾 台湾来说我们目前 我们最好的时候 有两台 我们有台三二号 还有台三一号 那台三要两台呢 不好意思 我们最好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 是26名 还有461名 那现在已经掉到 我们是几名 那可能如果后啊 所以台湾在AI 过去的 CPU的运算里面来说 台湾根本就不是个咖 可是问题是 现在黄仁迅说 我准备要打造 四台这个AI 用我GPU打造的 这个超级电脑 我两台呢 未来可能会在台湾 宝洁我跟你讲 这两台一旦放到台湾 正式运转之后 台湾有可能会变成 全世界 算力的第一名 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这么夸张 为什么这么夸张 我先跟他稍微 刻步一下 CPU的这个解决方案 里面来说 CPU就是说 它只能够解决问题 你要给它问题 给它什么 我要做什么问题 那你帮我解决 但是GPU不是哦 宝洁 GPU是有很多工核心 它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你给我做 你跟我说一件事 你只要跟我说 我要什么东西 它就开始帮你弄了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概念 CPU的运算是 我要给你一个这个题目 精神的举例 比如说你帮我模拟说 你帮我找一下 这个COVID-19的药 什么样可以东西 什么可以来解决这个药 我这个指定给你之后 你就弄出来 但是GPU可以给你 任何不需要解答的东西 你都可以出来 所以它的运算能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加上说GPU 它可以自己upgrade 所以我就说 你放下去 自我提升 对 自己放下去之后 它还会在 运算力还会在自己提升 自己学习 会有更好的方式去运算 所以它这个 所谓的GPU的AI的 这个所谓超级电脑 可能未来的速度 会快到我们无法想象 好 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的超级电脑 其实是什么 是CPU加GPU两个组合 对 未来完全是用GPU 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是的 而且它可怕在哪里 过去我老讲 标记肿瘤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来看 你是不是肺癌 对 你是不是肝癌 或你什么东西 我怎么来判读 以前我要标记这个肿瘤 我会花两天 现在透过这个超级电脑 我只要一个小时 我所有的运算速度 都可以大幅的一个改变 甚至刚刚讲的 我要判断 你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你是正常人 以前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不 我现在可能很快的 马上可以看到 对 可是你说 到了AI时代 对 GPU时代 那个变化会更快 对 我就用这两个例子 来跟大家讲 目前为止来说 是所谓CPU运算为主 加上GPU 所以你可以用GPU 来判断图形 所以我们知道 事实上 我们目前用这个台湾二号 它是过去的 这个非AI式的这个CPU 这个超级电脑 它运算速度来说 它每一秒可以 约莫这个侦测 176万张的这个图像 一秒钟 176万 我标记肿瘤 你只要给我看肿瘤 说我可以标记出来 两天可以缩小成一个小时 但是我跟你讲 这就是紧绷了 为什么紧绷呢 因为它不会再自己提升 但是我跟你讲 AI的电脑 AI超级电脑 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开始在训练 训练之后 我有我的判断模式 但是 我会训练出 不一样的判断模式 所以会越来越快 它自己本身 就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过去的超级电脑 紧绷就是一小时 永远很难再提升 但是AI超级电脑 它会越来越快 最后搞不好 零点几秒就会算出来 因为它自己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成长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跨时代的 对 是不一样 一个是 你已经是顶天就在这个地方 我过去的CPU GPU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GPU的AI电脑 它会自己运算 自己成长 所以它会一直在往上升 一直往上升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黄仁勋的超级电脑 要在台湾 对 所以我才说 它的运算力会越来越强 而且这一次超级电脑 被全世界注意事 因为跟COVID-19有关系 事实上这一次COVID-19的时候 全世界大概都用各国的超级电脑去算 算说到底哪一个这个药品 可以非常适合 用来做个侦测 譬如说像台湾就是这样子 台湾有非常多的 用COVID-19相关的这个 然后运算出来 哪一个药比较适合 那包括说像台三二号也是一样 台三二号也是用了非常多的 医学的这个状况 譬如说用来判断 所谓是不是新冠肺炎的 这个相关的用 这样一看就知道 所以然后过去 他这边说的很夸张 是你如果给我一个X光片 X光片我的用电脑AI来判断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是判你也不严重 对 他说你到底是病毒性感染 戏剧性的感染 我都可以很快就算出来了 对所以你就到事实上 现在为止来说 这个AI 这个现在的超级电脑 就已经非常厉害 但是未来的 我跟大家讲 未来的AI超级电脑 会更加强大 而且他想说 现在用GPU 而且他是得说 用辉达最新的晶片 最好的晶片 来设计这些东西 对 没错 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了 美国的这个国家能源研究 这个计算中心 他已经启用了一台叫 Prenometer的这个超级电脑 这超级电脑也是用什么 用这个NVIDIA的这个晶片 所以他现在为止来说 已经准备要开始 非常非常快的这个时间 在运算这个 他说GPU的速度 是可以快20倍 当然啦 你看我就讲 他们运算的过程之后 你知道 将之前在CPU上面执行的 分析工作速度 快了将近600倍 600倍 而且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才跟你说 因为他自己会在 他自己会在 生成很多新的方法 自己在强化 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未来的这个超级电脑 可能会 为什么黄仁勋认为说 他是颠覆 因为我就讲 AI他自己还会在 学习成长 这个过去 CPU就是紧绷 你很难在 你顶多是超他 超他 但是他能够增长的 都非常有限的一个情形 而且他有没有提到说 我可以算天体物理学 我可以算气候科学 那我再不再算说 一个晚上 可以做时俗式的一个曝光资料 然后讲说 我很清楚 连下一步 我不知道下指令吗 没有 电脑会告诉你 下一步要注意什么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过去都是 我给你指令 你解决 我给你指令 你解决 未来是 他会反过来指导你说 保洁 我跟你讲 你下一步有什么做研究 所以才说 AI电脑会越来越厉害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黄仁勋为什么会说 他也觉得很危险 所以他最近 最近不是说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监管一下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发展到 我们都完全不知道 他会怎么走的一个状况 而且黄仁勋来台湾你说 我们要注意到 他的这个 这个晶片 手上拿这个东西 这就是他现在最新的 DGX GH200的这个晶片 没错 实际上这次 他在Computex展示这个 展示这个的时候 这里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超级电脑 未来都用这个 晶片组合合成的 他讲到 GDX GH200的 AI的超级电脑 实际上我就讲 他这次呢 准备在台湾放两台 两台一台是我们国家要投资的 叫台山 台山四号 台山四号来说的话 也是用NVIDIA相关的 这个CPU 作为一个节点的 这个运算能力 那未来可能 我们会把它用在什么 这个包括说 这个很多的模拟的 这个状况 像气候预测 天体物理的 这个模型 还有分子模型的模拟等等 那 这个黄仁勋自己的 叫做Type One Type One要做什么 他用 他用什么 这个大型语言的模型 就是类似 ChangeGPT这样子 还有数位分身 机器人的技术 到医疗领域等等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现在未来呢 我为什么说台湾 运算能力会很惊人 因为 只要AI电脑来的时候 哇 搞不好真的会 完全速度会加速的一个状况 但事实上 有一个我不懂 他说为什么叫这个DGX GH200 是专门为 深层式 AI而来的超级电脑 对 没错 实上很简单 就是我刚才就讲 CPU跟 GPU的运算 运算能力是不一样 它会自己 自己去学习 自己会完全的演化而成 所以它就真的是 就是用人工智慧 因为人工智慧 就是不断的upgrade 不断的upgrade 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你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目前为止 中国做不出来 因为它里面有加了非常多 神秘 属于NVIDIA 自己的演算法 让它可以 做出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NVIDIA 这一个电脑来说话 真的 未来 for AI世界 是毫无疑问的一个超级电脑 我们在讲 H100已经很厉害了 对 GH200更厉害 对 所以为什么中国现在一直想要发展 发展不出来 因为它拿不到这些相关重要的晶片的时候 它要发展AI难度是相当相当高了 好 开平 刚才讲的 那为什么在台湾 你说有个关键是 因为 以前的电脑刚刚讲的 不管是什么太湖之光 或者是今天的所谓的日本的超级电脑 到紧绷就紧绷了 做好它就已经完整了 它不会变化 你说未来的超级电脑 这个AI超级电脑 它会演变 它会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修正 我就需要周边的不断配合 而这些东西 都是只有台湾才有 所以台湾不但是一个半导体的 最重要的生产机体 未来 这个超级电脑 跟台湾的关系 也会变得更密切了 那当然 因为其实有几大原因 我说这次的这个 对台湾带来商机 就是我这超级电脑 一般大家不要背 那个超级电脑 这几个是搞错 超级电脑其实 就像黄文勋 拿那块板子的上面 放了256个所谓的 一个GH的一个晶片 GH叫Grace Harper Grace Harper是美国第一代的 女工程师 可是Grace是CPU Hopper是GPU 就像刚才师傅讲的 他把那个CPU跟GPU 结合起来 变成所谓GH的超级晶片 那以前我们像我们的 五年吉生 以前我们组装的时候 组织一个电脑 就拿一块主机板 南北桥架构 放一个CPU 了不起 放一个通讯晶片 然后呢 其他什么电子原件 加上去 加一个机壳下去 现在呢 其实就是说 光是那一片就是超级电脑 现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些 什么泰湖 泰湖之光 还有我们台山 那个就叫超级电脑的中心 也就是说 它是整体的一个 大的一个向中心 那我为什么说 台湾的机会 为什么会越来越好 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就讲好了 譬如说以前 2015年的时候 泰湖之光的时候 是运算第一名 他是当时第一名 当时他有谁帮助 大家都不敢讲 有台积电的制程 是吗 对 然后他还有四星KY的 这个所谓的IPC制裁 可是后来 美国发现不太对性了 不能给他了 美国发现不 因为当时他们用的 也CP又叫 美国就叫 Intel不准给他 他开始 Intel不准给他 那个CPU的激素了 然后后来这几年 我们开始也抵制了 高阶制程 不可以给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 这个超级电脑 竞争力当然一定会 所以本来超级电脑的 第一名第二名都是中国 对 他现在排名一直往后掉了 2015年的时候 泰湖之光 像这个天河 天河上号 都是领先美国的 现在是给日本这个岳峰 可是日本 他没有一个高阶制程 这些不管是哪一家 哪一个国家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高 这个所谓的超级电脑 到最后一定需要一个什么 高阶制程 那高阶制程 有人说什么这个 Intel会不会分掉 这个Intel三星 会不会分掉 这个所谓的一个台积电 台积电 笑死了 我以前在用那个S21的时候 买到那个三星 自己做的那个GPU 还会发烫 后来三星自己不行了 赶快把那个晶片 丢给台积电做 他连这个 他连这个所谓 7奈米都做不好 你还说他要超越 更何况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台湾有很多东西 我说这一次带来一个东西 三个口诀 一个叫要新规格 一个要快速 一个叫做大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 规格要新 就好像现在时代 就好像比如说 从以前的DOS时代 变成Windows时代了 那整个面向是 无限的宽管 再来呢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我的速度要快 就像我们前几天讲的 那个所谓的记忆体 是500倍的容量 那台湾本身来讲 第一个自身就有 就来做可以来 可以把完全把这个 这个黄仁勋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架构 它是IC设计嘛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实现出来 更何况是说 这个东西 你NVIDIA想得出来 台湾就可以做得出来 台湾才能够把梦想 实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说 它不是只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晶片就可以哦 因为你当你一个超级电脑 出来之后呢 你整个把它机构 装起来的话 你必须要 因为我之前有说过 它的运算速度非常快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对 会有所谓功率 功率就会有散热的问题 那再加上有很多传输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功率是一环环相扣 不是我台积电晶片给你就可以了 我问各位一些事情 你如果说笔电 规格稍微不好的 放在大腿上 你打了半天 打了没有多久之后 你大腿会烫 那一样道理 因为现在 现在一个随便一个 我们说这个像这个 NVIDIA一个随便一个高级晶片 它的这个所谓散热 是大概平均 大概是700瓦到850瓦 现在你那个散热风扇 做得再怎么好的话 散热还有传统的这种水冷 传统的性能 了不起你冷气吹得再强 你大概消耗 解决了600瓦的这个所谓的耗能 所以说我们台湾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商机 除了我之前说过了 我们这个记忆体 是还没有被发掘 我们台湾其实就有一个 领先全世界的 易冷技术 大家都有所不知 当时只是说 那个时候没有商业化 可是我们的国家高速运算中心 里面的台三二号 我们早就采用到了一家公司 叫做广运 广运这家公司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Computex 它也开始展览出一个东西 上次来的时候我有说过嘛 就是说像小型的这个AI伺服器里面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所谓 静默式的一个方法 放在液体里面 就是那个液体就是所谓的借电液 那个是不导电的 水不导电 那它是说它蒸发之后 它上去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滴下来循环 就是都很环保 可是又不会导电 那可是这适合什么 适合小型的这种伺服器啊 你今天要是说像一个图书馆 那种像一个图书馆柜子 这么大的一个机房东西 你怎么可能把那个液体灌进去 所以你就必须要用什么 用那种拉那种被冷式的冷水的技术 这个东西台三二号 早就采用了广运的这个技术 那广运现在又跟工研院 在这次又展览出一个 所谓的一个双向式的这个进步式 我简单用一个白话文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它大的资料中心可以做 它小的这个伺服器也可以做 解决掉 就是说传统上面 以前传统的那个吹冷气再怎么吹 可以解决掉600瓦的功法 现在是基本上都从700瓦起跳 所以说一定要这种液冷式 我要讲的一个道理就是 台湾除了原油的规格再度提升之外 其实台湾本身就已经有很多 这种隐形冠军新技术 以前只是没有商业化 所以我们只知道台积电 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广达 可以做这个组装 或者做这个伺服器 你散热 连这个窄板 对 它是亚洲第一家 是被intel认证 亚洲第一家有这个液冷技术的公司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隐形冠军 好 听伟 现在这个超级电脑有一个 我们都忽略掉 我听你讲的 茅舍顿开 它跟战争有关系 因为在这次恶物战争里面 其实都没有忽略到 你要做战场管理 我要做战场的支通 我其实需要超级电脑 你说这个才是 台湾这个超级电脑 最微妙的地方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害怕 因为地球可能要进入到 下个世代的一个战场的规划 怎么讲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台湾在做海洋科学研究 所有的海洋科学家 后来才顿路说 原来我们在找潜水艇不是吗 那这个AI做完了之后呢 下一步呢 美国国防部要做什么事情 一定有管控嘛 那这个AI的东西 中国比得上吗 中国没有办法 进入到那个下的世代 是因为现在开始在进行这样的管控 你说我们以前做什么 海淹1号 海淹2号 海淹3号 那搞了半年什么 我们下去了解所有的缘分 流速 洋流 所有的状况 那根本就在找潜水艇的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 说AI如果可以这么自动化的 然后自己去不断的在升级的情况之下 以后这个机器人 它自己本身就会找目标 自己就会找对象 然后只要你输入它的一些相关观念以后 它就自动的 而且会演化 连战场的所有的东西可能会 战场连人类可能都挡不住的那种情形 那这个东西需要管控 因为我印象中 俄罗斯早就已经在开始处理这件事情了 但是俄罗斯其实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经费 可以去进行研发 那我想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发现到 那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 未来郭董讲的那8万的机器人 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是那8万机器人 再加上配合AI的话 你看到战场规划变成什么样子 无人能敌 那变成全世界的霸权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以AI再进入到 所以超级电脑的运算 会做战场管理 会做战场指挥 是 而且是自己指挥 而不是人类去指挥它 这才是麻烦的事情 那未来来讲的话能不能控制得住 那基本上不管是法规也好 不管是相关的管理也好 其实这个东西来讲 都已经在进入到另外一个 所以我不相信说 美国国防部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一定还在做 所以黄仁勋到底 今天黄仁勋要把两个 AI的超级电脑放在台湾 美国的CIA 美国的国防部 不可能不同意的 对 不可能不同意 这个美国国防部同意的 那你这两个东西 是不是又是中共夺取的对象呢 那不是只有夺台积电而已 那就是 当然不要讲再说什么护国神山 而这些东西是对美国 下个世代的所谓的战场规划 跟战场影响来讲的话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以后不是这种 不是人类上去架飞机 或是什么船舶 不是说无人载具 无人什么东西 无人载具再配合这个AI来讲的话 那不得了的事情 那如果你中国 中国要跟美国来相比的话 那已经差好几个世代的东西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才会比较担心说 那如果这样子一直往前面走的话 他一直跟不上的话 怎么办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已经在这一波当中 已经占了先锋 如果说能够再继续来讲 跟美国这边配合的话 我相信下个世代 就是一个AI战场的规划战争 好 所以会成 刚刚讲的 从黄仁军的股价大涨 说我现在的单子全部都满载 满载了以后说 我要来台湾 我要找市场 我们以前是买东西 我现在是卖东西 对于台湾产业会造成变化 结果我听你讲 才知道这个变化已经在开始了 是我们之前都看到广告说 这个土豆是电脑载的 现在不是只有土豆 电脑载的 现在电脑可以帮你载鲍鱼 很多都是可以帮你载 鲍鱼 鲍鱼是电脑载的 电脑载的 他们现在就是日本的超市 有推出了三行线的一个超市 发现就是说 他们这是告诉你什么呢 他就是说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 透过一种就是AI方式 然后帮你看说 一扫进去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鲍鱼好还是不好 而且那为什么 可以做到这一步呢 他说因为他们其实是 透过一万多张的鲍鱼的 一个相关的横切片的切片 然后建立了资料库 建立了资料库之后 让AI进行相关的学习 那以前日本很多达人 就必须说 你要去买这个鲍鱼 鲍鱼那个生育片 鲍鱼非常重要 他就是要靠老师傅的一些经验 这一批要不要买 那一批要不要买 他现在不是 他现在只要用这个APP 只要扫进去之后 放到资料库里面 就告诉你 这个可以买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 是老师傅手上会拿了一个 像针筒一样的东西 看到一个鲍鱼我就穿进去 拿出来了以后 我在看里面的油脂 看里面的成分 看里面的橙色 我在判断说 这个鲍鱼值不值钱 这个鲍鱼应该合作 现在不要了 电脑可以换了 可以换了 而且很惊人的一件事情 是他们后来发现 AI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帮你判断鲍鱼的好坏 竟然高达九成 跟几十年的老师傅一样 所以就换句话说 几十年的老师傅 所以也养出来的那种专业性 没有想到AI透过 这个极度熟成是AI选的 用AI选的 这次真的是很惊人 他说他们可以透过怎么样 包括鱼片的一个横切面 还有来看收缩程度 来看鱼体的一个新鲜度 然后看条纹的图案 判断鱼体的一个硬度 还有包括一个颜色 来看说鱼本身 有没有一些缺陷存在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光泽 因为光泽跟鱼补上来的时候 体温有没有迅速的 把它给节动起来 还是说你可能有通到膝肝 所以让它造成身体的暗沉 这些通通都有相关 那你要知道鲍鱼 为什么可以分ABCD 不同种的鲍鱼 这主要是它的脂肪 跟它一个相关的含量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那个脂肪 跟那个肉体的含量 是一种瞬间咬下去 就非常软 非常软 非常柔命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个就是好鲍鱼 现在电脑可以帮你 做到非常的精细 所以以前吃一块鱼肉 要放在嘴巴里面 油脂化开 你才知道好不好 现在电脑一看就知道好不好了 我跟你讲 现在电脑就是这个APP 只要一扫进去 几秒钟出来 它就知道这一块鲍鱼 好不好吃 那除了是鲍鱼 现在AI还帮你弄到哪里 连养鱼 我们刚刚提到是怎么挑 现在是连养鱼 鲍鱼这个部分 都已经应用了相关技术 我觉得这是蛮惊人的 它说呢 这也是在日本 他们就说他们以前是这样子 养鲍鱼呢 你鲍鱼要从非常小的幼苗到可以卖 至少要三年的时间 那以他们这家公司叫双日这家公司 他们养殖场 你知道他们怎么弄吗 他们就是有准备大概有 直径40公尺 生20公尺 然后呢 在他们一个 这个长崎县那边 一个叫阴岛的地方 他们放了30处的养鱼箱 就养鲍鱼的箱子 那鲍鱼你随了 一开始他在幼鱼的时候 你可能要放1500尾的幼鱼 在那边养嘛 可是你鱼有时候养一养 他可能就死掉了 或者是其他鱼来偷吃东西 所以你鱼也要换笼子 你知道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去计算 这一个养鱼箱里面 还有多少鱼吗 他们是要潜水浮潜下去 然后用照相机拍 拍完之后 你拍了几十分钟之后 他要开始一格一格放出来 然后开始数一只两只三只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一年之内 光要那个潜水浮下去 然后去算这个鱼到底还剩下几只 一年就要花250个小时到500个小时 而且你数出来还不一定都是真的 他们说他们现在透过AI的养殖方式 你扫过去之后 这波子很厉害是 你要先去建立资料库 就是你要像那个鲍鱼 大大小小不同枝 你要让他们游啊 游来游去 你要拍摄他整个游来游去的成长过程 然后等他那个资料库建立起来之后 你只要那个AI一扫下去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现在那个鱼养到一定程度之后 里面还有多少鱼 他们说这个建立起来资料库 大概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发现他们现在的准确度 也大概超过九成 跟人工下去数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代表着 未来的AI的一个世界里面 不管是鲜鱼 不管是养鱼 这些都已经有更方便 跟更精准的方式 另外还有什么 虾子的楚门世界 也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说 未来我们吃的这些生鲜食品 会更安全更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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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